多功能的设备及场域 包含共荣教具 体肩教室 文康活动空间等 都能让长者获得友善照顾及服务 为竹田稀释的乐制园区 今天上午正式启用 这个迈向长照4.0的在地照顾服务 改变以往长辈只能局限在 固定点学习及活动的模式 而是将空间扩展至整个社区 让长者可以真正的在社区内安老 我自己是一个老人的话 我在想我大概不要过这样的生活 我可不可以在我自己的社区 可以有没有 一直因为在大家的共同协助 跟守护之下 资源的串联之下 可以让我在社区好好的活着 好好的生活着 这个就是在地老化 活药老化 我们社区里面的爷爷奶奶 她是我们社区的阿贝阿姆 我们大家跟她就像个大家人一样 我们就是打造这样的一个社区 就是用这个机会 今天把它完整地呈现出来 乐制园区的启用 包含连结新设置的老人文康中心 多元的活动空间及学习教具 扩展到校园空间 包含共荣游戏场 祖孙课程等 再到文物馆乐制屋的设置 以及智慧交通的置路 都将整体串联 扩大长者的生活圈 今天在这个老人文康中心 重新整修开幕 这是一个形式 最重要是里面赋予了我们台湾 第一个乐制园区的一个照顾的新模式 而这个新的照顾模式 不但让长者健康的 亚健康者或是失能失智者 大家可以共荣 甚至在学校旁边有共荣公民 学校的学生可以一起来参加 大家长者之间就生活在自己的邻里空间 而不是在机构或是在家庭 是它是在一个熟悉的社区场域 戴上老花眼镜 让夫妇什么都看 没什么有 县长潘莫安穿戴上防老体验装备 化身了日长者 与社区内的阿嬷一起打太鼓 训练手眼协调及反应能力 以老爷爷视角来体验并无情境 与爷爷奶奶一起做体式男健康操 用县长佩戴全身装备 动作缓慢又卡卡 真的就像八十岁的阿公一样 最后两个 五 很好 最后一个 六 乐制园区的启用配合台湾设计展 也特别推出全台第一个长者实境体验 参与民众佩戴装备 透过乐制小旅行 亲自感受变老的不便 进而也能感受友善社区 对高龄长者的重要心意 来到我这个乐制园区 让所有的 不管是年龄层的 不管职业类别 每一边都可以体验的 真正才体会得到 这个绑了这样之后 才预想得到长者 以前我阿公我阿嬷 有点弯腰头背 在走路那个情境 真的是辛苦 透过游戏互动带领民众走路社区 活动在设计展期间 每日限量两场次 免费报名 欢迎有兴趣的乡亲 踊跃上网洽询 体验全台第一个乐制园区 这意义非凡的独特设计 评计辩计辩计辩计 采访报道